我觉得大家不要在闻难很多公务人员 这有些太大的案子都不是公务人员 就算是局处首长都无法做决定 因为影响非常广大 套一句今天我跟资讯局所知 他们给我的答复 只要是有资料有归档的都找得到 但是如果可能是跟高层或者市府沟通 没有归档的他们那边可能找不到 要去问谁呢 要去问高层才知道 你就直接讲 市长办公室 不只市长办公室 连市长高层办公室 府级的都没有 只要不归档就没有 或者只要他们没有通知资讯局 就没有资料 请去问高层他们也不知道 那我只能说 不要无难他们了 他也不知道啊 你没有通知他呀 那你现在听到柯P刚讲这么大声 你有本事你们来绿兰大阵营 好啦有本事你们大家全部都上网 他就赌你们不敢嘛 他就赌林俊仙你不敢 他就赌你不会议你不敢 你们就赌赶把东西 以招大 他的态度意思是这样 我以招大信 来吧 他讲的这话刚好是颠倒意思 你们赶快调啊 反正你们调不出什么东西来 机灭资料都在我手上啊 你有什么好调的啊 最后的那些会议记录 如果我查在哪里 所以我只能说 这些公务人很辛苦 这些案子你去问他 他也不晓得该怎么回答你 反正上面交了下来 或上面同意了 他们就同意而已嘛 就跟股长要科长同意 科长要处长同意 处长要局长同意 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金华城这案子 我真的觉得柯文哲 不要装作云淡风轻的样子 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金华城大家都知道 在民国80年的时候 他容积当时是392% 可是当时其实有个但说 已经对金华城非常优厚了 就是他的总楼地板面积 给予他12万平方公尺 也就是换算时容积率 是到达678% 因为当时需要促进 地方的经济发展 所以给他这个678%的条件 但是只能用一次 就说我让你用一次这么高的 但是之后如果你要再改建 不行 你要回归392% 所以这规定讲的非常清楚 这也是为什么好龙斌市长 那个时候不同意金华城 要求他的容积率 变成560%的原因 因为改建的过程当中 不是我市府要你改建的 是你金华城自立想改建 自立想变更你的用途 是让你来跟我要高的容积率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 所以当时那时候实际上 监察院就已经有跟好市府 反映说这个也许可以改 但是好市府 好市长怎么回应的 他直接说 我们市府的间接不同 直接退回去 因为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事情 OK 结果呢 所以这就为什么好龙斌 今天会直接斩钉截铁 说金华城一定有问题 他讲的是用金探 金探后他没有任何问号在里头 所以当时都知道 这是个暴力 所以好市长已经知道 给过金华城一次 非常大的优惠 有678%容积率了 结果没想到金华城自己 在改建 想要做一些都更 或者一些变更土地用途的时候 他又需要拿到560%的奖励 你类似说盖城当初球形的这个的时候 已经是给很大的优惠了 给你600多%了 OK 现在你自己要拆掉 居然还要500多 对说392不够 要跟我要560% 甚至之后还要再容积奖励 好市长不同意 好市府也完全不接受 但是到柯市府 马上同意了 因为很单纯 他们最后一个理由 因为监察院纠正我 我讲难听点 柯文哲你怕监察院纠正吗 你的北流也被纠正了 你只要讲完市长加加油 只要你是帮市民争取权力 其实你不用怕被纠正或弹劾 因为你有市长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事情 但是所有民众党的人 通通在把560%这个容积奖励 通通推给 是因为监察院要求 但是这个监察委员被发现 好像跟金华城的关系 是蛮好的 这要不要说明清楚 我觉得当然要说明清楚 你说他后来退下来以后 他去基金会当董事 沈春池基金会当董事 那这到底 有没有一些前后的因果关系 我觉得民众 大有很大的问号 再接下来 连杜发局自己都认为 最大的争议是什么 是在民国110年 他的计划书 给了金华城容积奖励 20%这个事情 因为他用的这个 20%容积奖励的名目 是任性智慧移居城市 听都没听过 这名目是谁写的 是金华城自己写的 自己创造的 但是我们会觉得 金华城自己创造 没有问题 我可以争取我想要的东西 但你市府同意 市府同意才是最大的问题 这东西连我问了 都发局相关的高层 他们都说 这个东西 就市长觉得可以 就可以 就OK 因为这个 到最后 只要都委会没有什么意见 那市长包括 公务人员其实 他潜名词就叫 奉君章指示 就是有没有装案 装案嘛 一样嘛 有没有装案去申请 有没有装案交代 那竟然 上面都没有意见 就过了 过完之后呢 再送给他的容积30% 一共再送给他 50%的大力 造成了840%容积奖励 从390%爆增超过一倍 变840% 比台北101还700多%的容积还高的 超级怪物 而这个事情出发 结束完之后 大家觉得好吧 既然 有这个先例 那你也愿意给他这么高容积奖励 未来会不会再有同样事情发生 那比较管理 如果只要适合 或者又有监察委员 觉得可以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要比较办理 诶 独发局很妙 独发局的答案是 不会 接下来不会再有这个案子了 为什么原因 我问他为什么 不会再有这个案子 他说因为金华城的案子 后费了太多 柯市府的人力物力 成本太高 所以接下来 不会再做这种事情了 这种事情太浪费 他们的时间了 这是我们市政府的答案 因为他觉得 搞金华城案子 花太多时间 所以金华城这个 报告容积奖励 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接下来也不会再有了 这不是土力是什么啊 单纯针对土力金华城来做的嘛 但问题到现在 跟你讲土力要有法律上 就是说你要拿得出来 他们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 不法的那些东西啊 所以我修正一下 这是一式土力 修正一下 你这看起来就觉得很怪嘛 这非常不合理 这个暴增到这么高容积率 其实当时不要忘记了 都委会在一开始是拒绝 金华城的要求的 他是不同意 因为都委会的委员都觉得 这没有道理啊 但为什么后面还是能过 你说柯市长 跟柯市府的高层 没有介入 说实话 我不相信 我不晓得民众想不相信 但我只能讲 接下来 我也希望柯市长 包括民众党的 所有的幕僚 都能够正视这个问题 不要一出问题了 就是骂议员没有道德 没有下线 然后把责任通通推给蒋市长 叫蒋市长好好处理清楚 很多资料只有你有啦 现在很多人资讯局 都找不到你的资料 拜托 那些会议记录 包括录音档 如果你有的 你就把它拿出来吧 不要什么都推给市长 不要什么都推给 所有市府团队 很多时候他们是无能为力啊 包括了 大家也看过很多次了嘛 会议 整个会议结论 只有决议啊 说通过了20%啊 结果我就问他 那这讨论略呢 讨论去哪里啊 有录音档啊 有需要的话 你去调来听听看 我想说 有病是不是 我会去查一下 到底多少录音档 有多少份会议记录 我是每一份都来听 但他们的责任 就他们的想法 就非常单纯就是 哦我尽量有做 有需要你自己去处理 不是而且像这个 这个应该算是 整个过程 很重要的一场会议吧 是 那会议记录 大家知道会议记录 有很多种技法 有的是继续迷的技法 可是大部分 你好歹在里面 会列一些 就是主要的一些讨论 然后再留一个音档 对 都发局 有留看没有 他上一个 都发局报告 后面有附录 讨论 然后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们 督发局都有附录了 讨论你好歹也 留个附录吧 督发局说 因为这个会议 其实不是很重要 他说这只是设计会议 讨论后续流程 不是关于前半段的 所以他们是原来上 都是不留这个讨论内容的 我说好那我也没话说 你都敢这样讲了 所以大家说 我说那如果有问题 怎么办 说有录音档 你可以掉来听听看 我说真的拜托 这个事关公共财 事关全台北市民 所有我们缴纳税前 花到哪里去的 一个这么重要的议题 结果所调出来的会议记录 所有相关资料 都是这么的不确实 还要我们所有人 自己去抽丝剥茧 这种做法 我老讲 对于台北市民 非常不公平 那我也希望柯文哲 针对这个事情 你就你曾经当过 市长的角度来回应 而不要是把所有责任 都好像跟你讲的 没有关系 然后叫蒋市长 来帮你擦屁股 我想真的 现在蒋市长的事情 真的很多 不要再知道这些无谓的事情 造成民众的困扰 以及现在市府团队困扰 这些事情 真的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 OK 现在其实已经不是政治问题了 现在是司法单位介入在办办 那请大律师解释一下 他自然是什么意思 他自然表示这个案子 他是有立案 对不对 是有人告发 那我再讲一次 他自然虽然一般来讲 犯罪事实不明 犯罪人不明 当然有人告发 相关一件事情 那一定会办 但这个案子有一点 是因为检方 第一个包括廉政单位也进来 然后检方如果照媒体上面 来宾在节目讲说 他们议会去问询的结果 检方是在一个多月左右 就已经开始介入在调查 这个东西 讲完也直接讲了 讲完是前几天就直接讲说 检方早就已经来要资料了 没错 而且已经开过专案会 就像你讲的 检察官 调查局 廉政 廉政 还有政锋 都在里面开会 而且 刚刚议员提的 那些什么资料录音档 议员要不到的 检察官才要 而且 根据那个会议上面提的 政锋已经把相关的资料 都送交给 司法单位来整办 所以这个已经不是 什么政党之间 斗不斗的问题 这个是司法单位 已经正式介入 但是司法单位去争办 一定是看到一些 蛛丝马鸡 确实可疑 他才会办 对不对 那这个案子 确实比较 有一点争议就是说 你把容积率变那么大 容积率变大了 请问 关台北市民的权益 有没有关 到了 跟建商有关 对不对 你说 跟其他一般大众 哪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变更容积率 为的是谁 基本上就是 这个建商最有关系 那通常这种 直接把利益给厂商的 都是很敏感的事情 因为你把它变更 就是 就让它赚了 这个利润大概是 听说算起来是几百亿 要 欠益 欠益 把我增加的部分 最后利润欠益 利润欠益 你看 你看多可怕的利润 你来补贴店家就不用涨了 考虑一下 那像这种敏感的案子 通常都是由行政部门单位签上来 就是你都发局要行正常的行政程序 就科研承办 让他签到都委会去 怎么会有市长 直接盖章说 这个案子送都委会去审 他说是陈勤 陈勤案 然后我就交办 交办我又没告诉你们 要办出什么结果 市长盖章送进来 你说那些都委员 打个叛逆吗 对 他特别笑 每个陈勤案 你科幣都送进去 市长信箱 我看里面几十万件 你为什么特别挑金华城 对不对 台北市科幣有设一个 你可以去陈勤 投资的管道信箱 那里面的案子为什么 我保证这些案子绝对不是 市长信箱进去 绝对不是 不管你怎么接到陈勤案 你市长只是 都公委员会去开会检讨 你说这个会议上的每一个人 会不知道吗 那一般这种会议是这样 一般这种会议就会有 内部安外部委员 内部委员就是市政府的官员 外部委员就是外聘的那些 那些委员叫做 所以才会发生 凡是反对的 后来好像说 下一次会议就没了 就消失了 他就没来了 不是就是被策判 还怎么样不晓得 但这种会议有一个没格 就是通常官员 尤其最大的官员会先讲话 他一讲话 那个风向就出来了 其他的小官 或者是一些那种 外部委员就知道 这个案子市府的态度 是怎么样 倾向让他过或不过 大概组织会议的 讲两句话就知道 所以这个会议记录很重要 这录音档也很重要 然后你把委员突然间换掉 根据好像台北市议员也出来讲 许出话是有讲说 这一段 许出话是说当时当都政委员 像宋政卖也是 黄台生这些人 他们是持反对的态度 那他说 柯市府继续召开的时候 这些人没有被邀请 他说不听话都被换掉 许出话有这样一些的质疑 这个质疑当然其实你说过程当中 大家是不是要把 可能都要去还原 甚至要去问 问宋政卖 问黄台生 问所有相关的一些人 要去问说到底怎么一回事 所以这柯文哲说的 什么修理不敢 简单光已经出手了 这不是谁谁敢不敢 司法单位已经开一个专案会议 而且他取得的针对的案件 不是只有净化者 他连北市个案子 所有卷宗都掉了 也就是说目前 认为有可能啦 有可能有问题的案子 其实不是只有净化者 还有一个北市 那净化者这个案子 就是我刚提的 一般这种案子 怎么会市长亲自交办 几乎差不多没有啦 因为这个太敏感了 除非你认为市长要支持 你认为下面的签不上来 不愿意签不敢签 不然我就整个比较快 我自己改个贓 叫你们对委会开会审这个案子 通常除非很重大 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 你要总要整个理由 才会市长亲自下令去解决 但这个案子其实我看起来也单纯嘛 过与不过爽不爽 就是只有净化者本身嘛 对不对 一过一就够败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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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 所以他一定 所以他这个案子曾经等于他曾经说 让我多赚一点嘛 在商言商一定是这样嘛 拜托你让我比较好坑的 谁会这样败 意思差不多是这样嘛 那市长为什么要支持他 你马上下条子 就算是你接到成请 通常也请杜巴菊你内部先研议一下 对不对 然后你们内部先开会讨论 那局里面再慢慢签上来 除非你认为说这个案子 如果没干时间不容易 你觉得下面的人不敢签 种种理由起人疑斗 大概这也会是一个重点 另外金瓦城算是都庚案吗 不是啊 他不是都庚案 要拆掉重签 对啊 你拎到的事情 你自己拆到定器 怎么关都庚委员会 什么事 你用都庚 因为你用都庚 才会牵扯到所谓的农机移转 农机奖励嘛 那你等于让一个不是都庚案 到都庚委员会里面去审查通过 让他得到这些奖励 这当然人也会查 对吧 那柯碧为什么会这么做 不知道 也许一时佛心嘛 干嘛 这匆匆进行 给他优惠的还有一点不够 我再看能不能多给他一些 但是啦 柯文哲也可能仗着说 他 他民气高嘛 民意支持度高嘛 因为我讲过 对柯P你 你几乎不会把他跟财团 摆在一起讨论 各位不要忘记 2014年柯P能够当选的过程 你忘了他是怎么崛起的吗 他当台大教授的那时候 莫名其妙 是因为艾滋滋台 是什么什么那些 然后他被送监察院 他火大了就是 他一身清廉制 他就为了医学什么什么 然后你们大家把我医送 所以他火大了他跑去选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不会把他跟财团 跟任何跟所谓的 徒利或什么东西摆在一起 他对自己也很有信心 所以大家才会讨论成这个样啊 那就是我盖个章 怎么样 我不是谁 我又没拿什么 我不是护君旗 我是柯P 谁敢怀疑我 但是台北市 是个利益非常复杂的一个城市 柯P你有点不一样 马英九以前干市长 当市长台北市你可以贱卖 对不对 三中案可以乱搞 但是人家不一样 那马英九不来做总统 所以他案子可以前结 柯P你总统算了不对 对不对 落得后面的命运就不一样 现在人家要查你 而且已经在查了 正在调查当中 所以 现在我们质疑的这些地方 我想如果 司法当委都已经开过专门会议 而且已经全部调券的话 依照 依照后续 如果他这样变为真之案 那就麻烦了 但是就算他之案 他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约谈可批 当然 这约谈就不得了 约谈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伤害 你就是可能干外事才会被约谈 一般民众认为 你讲清楚一点 那是民众认为不代表 对不对 所以柯P现在就是很烦 因为最起码 台北市议会 是下个礼拜要约谈 就你们有几大 九人调查小组 都有 然后说下礼拜 他们的市议会要约谈 那刚才 这些委员是在讲说 包括检方 如果办这个案子的过程 因为柯P如果要是列 他这案的被告的话 其实说实话被约谈的几率 确实 确实有 当然 百分之百啦 你干个章你还不约谈你 不然 不然简单 你办什么案 列被告知开始 后面会不会被起诉 很难说 所以柯P现在可以说是处于 极度不利的状态 你觉得只要约谈 就是很不得了的事 你想外界会怎么解读 对不对 外界会解读他 所以柯P现在两面受敌 一方面他有黄国山要篡位 对 一方面一方面就这样的一个 政治上一个危机 我看柯文哲最近恐怕 真的是要好好的思考 你怎么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 绝对一件事啦 就是 决行这件事情 有没有违法 跟合不合理的问题 你说 合不合法 有没有违法 那当然你说他违法 蛮难去成立的 但探讨的是你合不合理 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107年 不是柯文哲给了560吗 金华城不满意 监察委员给的 不管了 最终公告是台北市府 那里面有你的朋友呢 安静 560不满意嘛 他就到了内政部跟台北市数月 对 他数月要多少 要670几 嗯 678 驳回嘛 台北市政府也驳回 哎 107年直接提行政诉讼啊 嗯 然后109年7月19号 16号被驳回 他什么时候 开始提那个自酬计划 判决前前几天 7月3号提的 嗯 你 我们在打行政诉讼的时候 他的标的是谁 当然是台北市政府嘛 那行政诉讼的时候 两边对立的假以方是 台北市政府派人去跟他说 我不同意耶 嗯 一审的那高等法院的时候 驳回 那个金华城的行政诉讼 驳回 嗯 台北市应该说赢了吧 当然 结果金华城 上诉 嗯 正常 上诉 哎你现在等于说在司法的 关系中哎 嗯 司法关系中哎 台北市政府跟 金华城是在司法关系中 嗯 突然来一个专签 交都市计划委员会 一般我们工人员在打官司的时候 所有案子都应该停止吧 嗯 说等那个官司判决下来 就算我台北市政府输了 好不好 顶多给你678好不好 嗯 我顶多就给你678嘛 就算我输嘛 嗯 结果 上诉 省理中 840过了 嗯 他上诉是要67 嗯 结果 一审驳回前 第一个案子跟你改要840 然后 专签就下去了 你去演你 嗯 会不会很奇怪 嗯 这叫服务行政 这会不会很奇怪 就我 我们还在行政诉讼中 一个专签840的一个 案子就交下去了 嗯 这会不会很奇怪 嗯 这很奇怪吧 你跟我说这背后到底什么故事 嗯 你我在打官司 结果突然我把你要的案子交下去 说你们去演你 你想一下 台北市政府的官员怎么想 哎我们在打官司 嗯 市长突然把一个澄清案交下来 要我们 研究 什么意思 一夫长的意思是 在那个诉讼到那个阶段 赢的这一边 然后人家只要678 嗯 赢的这边如果两边 就算中间谈和解的话 也许输的那边会说 那我不要678 我少一点点吧 670嘛 那或650嘛 630嘛 你要不要给我 结果是赢的那边 本来是678 守得好好的 然后突然蹦了一个840 哇 这不是很奇怪 金华城是被驳回 是输的那一把 前面那个是 一夫哥意思是说 前线的将士打赢了 后方的主帅投降啊 六百七都搞定了 八百四投降了 我在跟你诉讼中 而且第一审的时候 行的诉讼是我赢 结果主子交一个案子下来 叫做八百四的 然后人家陈琴 你们要研议 那你想一下基层怎么想 啊 官司打到一半了 高端法院我们赢 现在上诉最高法院 我们有赢的机会 结果突然一个陈琴案 八百四 上面怎么会交这个案子下来 这个就像历史一样 杨树在三峡口被挡住 打了胜仗 结果他们正在胜利的时候 陈淑宝说我们投降了 这个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很纳闷 很纳闷的原因 你这个专签觉醒为什么会下来 你不是应该就说 我们等官司下来 这个陈琴案 我们有官司在打 等官司判下来 一般常态公务人员会说 你就等官司下来 一般会这样嘛 突然来个觉醒下来 你说基层的公务人员 看到那个觉醒 感觉是什么 我们在打官司 上面交一个 结果官司六百七十几 我们不让 上面交下来一个陈警案 是八百四 你说 这个程序会不会很奇怪 所以我们说 我不跟你谈合不合法的问题 是合不合理的问题 易富刚讲的 其实你知道在处理很多 跟公家机关的案子的过程 很多公家机关胜货 你那个案子一看再有道理的 公家机关胜货派来开庭的人 都跟你说 真的很抱歉 你知道我们 我也不想被弄一个土力的 你就打 我就算开庭 什么话都不说 没关系 你就让法官判 判完以后 我们让这个官司尽快进行 好不好 尽快进行大家都好 OK 你会碰到有这样 就你觉得这个案子 一看很合理吧 你们就是会败诉 他跟你讲 败诉是一回事 可是我跟你和解 那就表示是我同意你的 那不是 法官判跟我同意 是两回事 确实过程有很多 有很多公家机关会这样子 可是 换一个角度讲 对啦 那个创家刚刚讲 因为你不知道过程当中 是不是觉得官司 大家不用旷日费时嘛 也许人家真的程序有道理 是不是真的要朝这样子 只是易富刚才的那个质疑 会让大家觉得合不合理 有没有问号 可是这整个案子 现在已经到了 来同好 你跑社会 跑司法 跑了这么久 第一个 现在说北减 要介入办 而且媒体上面报导 是给黑金专主 当然 如果到黑金专主 那个地方 因为他专办 贪污制罪条例 所有这些嘛 那这个过程 好啦我看媒体上 那个庭辉是有讲说 到了黑金专主上面 阿伯你要小心 可是阿伯就是告诉你说 他不担心 因为他觉得他不会有问题 你们把这些所有摊开来看 你到哪里可以找到他有什么 那些关系 包括五百六吧 大家一直讲五百六 民主党发言人 他们一直就告诉你 你去问监委嘛 那监委给 又不是我给的 从而来看就可以啦 重点 重来不是五百六 重点是八百四 对啊 好 再吐吐一下啊 尚一夫 因为五百六 那个有他好朋友在里面 真的喔 非常好的朋友 有吗 有 你常常被灌醉 好 来尚一夫 利益回避 可是我们现在谈的是八百四 那这个事情 对柯文哲来讲 我们用简单几句话 第一个金华城案正在失控当中 失控吧 失控当中 第二个柯文哲的风险有多高 要看他的防火墙 他的防火墙是谁呢 是副市长彭震生 也就是说你在看金华城这个案子 如果拿大巨蛋类比的话 彭震生是不是扮演了李树德那个角色 为什么用李树德 李树德有事 19年 可是马英九没事 防火墙有效 就是李树德制作主张 跟马英九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一共降低了大巨蛋 三四十亿的成本 但是这件事情不一样 这件事情是让金华城增加获利 那为什么讲说彭震生 这个我们先拉回来看几件事情 因为大家一定会讲到 那个高等行政法院那个 行政诉讼的事情 金华城最多本来 在7月30号以前 2020年记住这个时间点 2020年的7月30以前 他要的都是 678.9 那什么时候第一次跑出840 这个融金率 7月30号 提出来的人是谁呢 提出来的人是谁 是金华城当时一个代表 他是一个协理 当年2020年就是 2020年很简单 就是COVID-19爆发的那一年 1月13号蔡英文刚当选年任 那一年就是金华城的关键年 这个金华城对市府提出了一个案子 就希望融金率能够到840 嗯 所以840这个数字啊 是从 业主这边提出来 那 7月16号 678.9都败诉了 我怎么会提出一个840 嗯 而且还在 诉讼阶段 快要判决前提出来的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是很好玩 有一个场场景是在台北市都发会 嗯 一个场景是在高等行政法院 嗯 7月16号败诉了 这边提840 我这边输掉了 我这边还可以提更多 嗯 从678.9变成840 没有跟证一下 博回那一天是7月16 嗯 他们提出计划是7月3号 7月3号 在败诉前 两个案子是是是是是 一边在打官司 一边在要840 是 好 那这中间 你要怎么去看这个案子未来的进行 嗯 彭政生如果扛住了 顶住了 那就后面没有柯文哲的事情 那彭政生能不能顶得住呢 再回过头来 因为啊 都发局我认为呃 公务员都还在 都发局在那个时候 这个事情做了一个小动作 嗯 3月17号就是 进化成小股东的陈琴 进了市长室嘛 然后柯文哲 柯文哲就发交给这个都发局 都发局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动作 在 4月15号的时候啊 都发局上一个文给柯文哲 问柯文哲说 那这个案子进化成的案子 我要不要送 都 都委会 都委会 都委会主席叫谁 彭政生 啊 记住彭政生 脸 你不认识 但是这个女子未来 你会常听到 哈哈哈 都发局干嘛 要故意上个公文给柯文哲改造 其实没有人要扛责任 嗯 哦 柯文哲4月17号盖了 所以就进了都委会 那个 柯文哲你可以去找都发局的人 调一个资料 在2020年的5月 在5月的时候啊 都 讨论重点 因为金化成为什么会做这件事 是因为他的农距离在好龙壁市场 那个楼碟海面积没有用完 然后那个有个奖励措施 5月的时候的讨论是 那个没有用完的那个奖励 是一次性的还是永久性的 嗯 一次性的还是永久性的 那为什么彭政生 会把5月的时候排进去 5月的时候还没有 还不一定确定谁输谁 7月16输掉 就有7月7月3号到7月30号 30号彭政生就讲了 那个时候那个宋昆仁 他们就出来讲八百四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果我今天是检察官 我今天是严阵署 我是调查局 我一定会清这一段的过程 刚才俊仁文中间 突然冒了一句话出来 对柯P来讲 有没有内忧外患 外患算不算是刚讨论这些 内忧你刚刚讲 黄国昌跟他之间 搞不好他的主席位置 哪有 你有没有听陈次来人家今天讲的 黄国昌跟柯主席之间 两个人就差没有用水乳交融 两个人好到不行 而且柯主席鼓励黄国昌 尽量在立法院 去把声量拉高 这总是要创造像这样些 包括连NCC所有那些问题 他们两个人今天 也没有意见不一样了 你们绿营的大佬 还去跟人家 好那叫见缝插针 去挑拨人家 不是你喔 这个 我本来在怀疑 他是核心不是大佬 他是核心 绿营大佬很难界定 对对对 陈永新医师也是绿营大佬 核心就不一样 但是他不是民进党大佬 不好意思 核心 核心 我是用一些资料这样来判断 本来还在怀疑 黄国昌跟科币之间矛盾有多深 经过陈志涵这么一讲 我就确定了 打得非常严重 为什么 你越解释就表示有问题 嗯 照理讲 这个 他们是同一党的 而且黄国昌是入党他几个月 科币又破格 让他当部分军人 是违背民众党的党章规定 这部分军又排第一名 那结果现在 变成了这个样子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判断呢 那其实很简单 科币那天怎么讲 不一定要团进团出啊 对不对 每个人你可以 民众党每个人可以投你自己的 那如果 民众党的立委 那你要听谁的 你如果听党主席科币的 那黄国昌就没了 他是总招 对啊 他绑不了他的民众党团 他在国民党面前 就卖不了价钱 那他怎么对胡坤奇交代 对 对 所以 黄国昌现在 最大的资本 就是 民众党那七个小矮人要跟着他走 这样他才有价值嘛 那你科币一句话就要跟他害死 说不必团进团出 是不是这样 嗯 这个不是矛盾啊 不这是啥 这个当然就是矛盾嘛 那科币说不可以团进团出 那结果有没有出现 嗯 没有啊 民众党今天表决还是全部输 我当年人就是比较少 没有啊 表示啊 民众党这七个小矮人还是听黄国昌的 对啊 今天第二个法表决你们还是说啊 政治的 政治的现实就在这个地方嘛 那科文哲如果指挥不了民众党团 那还算个党主席嘛 嗯 那所以他跟黄国昌 这样的恩怨啊 这是必然啊 那这个也是人性 嗯 以前民众党是一人成党啊 嗯 就科币科币党嘛 那现在不是啦 现在民众党 大家听到民众党 只知有昌不知有科嘛 嗯 对不对 你还说你没有再挑拨 我讲的是事实嘛 我 我是看 看贵节目给我的资料 哈哈哈哈 那是媒体报导 啊 科币的声量大概只有黄国昌的十分之一 那你要怎么混呢 要当什么党主席 那其他的七个小矮人这些立委 也会看风向 嗯 现在跟着谁混比较有钱 嗯 他们也会跟着走 哦 不过也不要忘记啦 毕竟党机器掌握在科文者手里 嗯 黄河昌最怕的就是党机器 哇你 如果科币翻臉把它开除 他就 他就没了 所以对于 国昌党 国昌党最安全的 就是干掉科币的党主席 怎么可能 再怎么干 如果他官司出了事情就 起诉就停权啊 一审有罪就开除 他们有连政的那个条款啊 很严格喔 连政条款啊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好不好 有彭震生党在前面 不是 但是还是要紧张 2025年改选 党主席 你们不要讲到这样 就那么兴奋好不好 他党失误 我们不以致平 对 他党失误 我们不以致平 对 他党失误 我们不以致平 对 我们不以致平 我们可以看到 柯文哲哭了 国昌就笑了 这个也是人性问题嘛 各位想想 如果你是黄国昌 那民众党内 如果科币倒了 那你会不会很爽 嗯 爽翻天了嘛 民众党他就完全 完全无缝的接手了 那黄国昌以后啊 他更有本钱 跟国民党谈 嗯 黄国昌最近的表现 其实很多 国民党支持者 是看在眼里 嗯 絕对是啊 他是 他是替国民党受不受 你说2026的时候 搞不好 对 这个人打民进党有一套 嗯 那现在 黄国昌为什么会这么走 因为他瞧不起 新北市的国民党 每一个可以威胁他嘛 你说 你说黄梦凯像个小孩子嘛 对对对对 这不行了 对我现在讲话 对对对 最高票的哥说像小孩子 那其他怎么办 未成年吗 这不能这样说 那你怎么跟黄国昌 抢新北市场位置嘛 对不对 可是黄国昌如果 建了一个大功劳 那这个黄梦凯做不到的 就是他在2028 帮国民党 把柯文哲干掉 嗯 柯文哲如果没有 帮我选2028 这个投名状大不大 哦 对不对 嗯 嗯 嗯 那柯文哲有没有可能 不能选2028 如果这三大案 纏身哦 那就有可能 嗯 这个关系 这个法院要走很久 嗯 不要说 不要说调查 如果调查结果没事 结案最好了 你起诉了 那还得了 就没有科批了 嗯 所以 现在的 民众党 这 民众党团你看 不是只有黄国昌 其他七个小孩人 有哪一个出来挺科批的 嗯 嗯 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忘了 有啦 黃珊珊啊 黃珊珊有嘛 有帮他讲话 他当事人啊 他是帮自己讲话 他也是帮自己讲话 对 对 那照理讲 这些 民众党的不分居立委 没有科批怎么会有你们 嗯 那现在科批 最需要人家帮助 全部躲在一边看好戏 全部躲在黄国昌后面 这个党团的态度 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我是觉得 柯文哲未来前途堪忧 坦白讲 我觉得对柯文哲来讲 是不胜唏嘶啦 还记得八年前 他刚上任的时候 哇也是五大弊案 瘋瘋火火 还找了连政委员会 外部委员李安妮 王小玉啊 徐青皇這些人 没想到你当八年前 你是这样子扮别人 五大弊案 變五大案 就变五大唬烂 然后你的徒弟高宏安 也这样干 找了蔡立青 挖大秘宝什么什么的 現在也挖不出什麼來 結果沒想到師徒兩這樣做之後 回力標回到他們身上 現在反而人家是真的 而且是這個是檢調 真的把它列為他自然 好那就像剛剛律師講的 即便到未來你這個可能變什麼 真治案 或是說轉為這個牽結這樣 可是對他現在對他來講 他現在是被 大家會認為說你被列為被告 因為不只是法律的問題 光一個政治上的人設的感覺 是因為對柯P來講 我相信他最有自信的 就是說我絕對都不會跟這些扯上關係 但現在就是因為北市科 就是因為金華城 就是有人去告了以後 因為中間好 大家這幾天討論 那個問號很多地方 那事實上以科文哲的身份 也許你可以變證人 結果他現在這次被列為被告 那就我了解 今天早上我有就問一些 這個臺北市議員 那之前我包括 我有問過明顯 就是說事實上檢調早在一個多月前 就已經開始到這個臺北市政府 他們來調資料 而且調了好幾次 那當時是這個反而 這些議員都以為說 是因為議會就在關注這個案子 所以那檢調當然也要動起來 他不可能看說大家討論 這個案子已經大家都覺得是有問題的 結果檢調還坐在那邊睡覺 不可能 所以檢調早在一個月前 就已經動起來了 所以今天才會有這樣子說 他把他列為他自然列為被告 所以檢調事實上已經一個多月前 都在做這件事情了 那當然今天比較大的一個重點是說 為什麼柯文哲被列為被告 但關鍵的因素是因為包括金華城 包括北市柯 事實上都是柯文哲自己拍板定案 也就是他有那個決心章 那個章最後是他蓋的 那個蓋兩個案子都他蓋的 所以這個你不能說像以前那個什麼余文來頂罪啊 或是說什麼李肅德這些的啦 因為這個案子都好好舉例 好好舉例 來 邱小玉 民眾黨發言人吳云軒 就針對你這個人家都已經講了好不好 當然他講說 因為小平去告了嘛 OK 周平落選翻譯不認人 不要再作秀 但你剛講絕心章嘛 對 人家講了 絕心章是市府依法辦理的程序 檢驗員你是真的不懂 對不起邱小玉你是真的不懂 還是被醫師型態蒙屁雙眼笨了呢 不是啊 絕心章是他蓋的 沒有錯啊 那不是 他已經說那就是程序送到我這來 我就一定要蓋 你們下面包括都城委員會員什麼 全部都開完了 我好等於我只是過個場蓋個帳 那個意思聽起來是這樣 這麼大的案子耶 那可以不要蓋啊 對這麼大的一個案子 謝國良就沒蓋啊對不對 那可以不要蓋啊 那馬英九那個當時什麼 李肅德也沒蓋 馬英九也沒蓋啊 對啊 所以基本上還有這個案子 是因為是知識體大蠻大的案子 那我再幫大家回憶一下 簡單來講啦 北施科這個案子 為什麼會有疑點 那就是因為T16 17 18 我們講了好多次了 T16被這個金人寶給標走 人家是用了82億 而且有送正當的一個程序 有開發計畫什麼都有 但是T17 18 剛好怎麼都是無心營旗下的 這個新售給標走 那標價只有44億 基本上是金人寶的一半 而且呢 完全不用送投資計畫 免投資計畫還免除開發限制 我講了這麼多 大家都還如果說 如果連檢調都覺得 這個沒有貓膩的話 那真的檢調就睡著了 所以大家在討論 這麼久就是這個貓膩 那再來第二個啦 就講到金華城 金華城的問題更多 金華城問題更多 就是自從他的那個容積率 從392 暴增到560 暴增到840 我今天不要再去講 那個容積率的問題 重點是說 為什麼他可以容積獎勵 金華城跟大家想的不一樣 我們的容積獎勵 你看台北市容積獎勵 包括我家50年都還來不及都更 都沒有都更 要為老 要這個能夠 要都更 你才有容積獎勵 金華城如果大家印象所及的話 不要說我小時候 這太噁心了 就我年輕的時候 金華城 一個那個大的蛋在那邊 對我還帶我小孩去玩 那個baby boss 上面還有夜店什麼的 金華城是大家年輕時候的回憶 是你威京小省自己投資錯誤 自己投了一個不賺錢的公司 你把他卡掉 卡卡掉之後 你要蓋現在蓋四棟的一個商辦 要蓋一個商辦 你哪一點符合了這個容積率獎勵 你既不是都更 你也不是為老 最大的容積獎勵 對那為什麼可以給他一個容積獎勵 後來市政府是給他用三個點 超好笑的 創新綠能韌性城市 所以這三個點 最後讓他准用都更的容積獎勵 是幫他創設出來的 所以這個已經不但是創下了史上最高的一個容積獎勵 而且還為他的量身訂做 讓他我剛剛講的這麼三個荒謬的理由 然後讓他去換 所以大家才覺得這個是有問題的嗎 我最後講一點 事實上這個今天還有爆發一個案外案 就是本來這個案子 因為這個威京小省就覺得不服氣 因為後來好龍斌時代給他擋下來 他去投訴投訴投訴 投訴了之後呢 本來這個案子是監察委員 螞蟻公接受陳情 他來接受調查 那螞蟻公呢 他扮著扮著 他認為說對 確實不應該給危機警團 這麼高的五百九的容積獎勵 五百六五百六 所以他動下去 但是他這個結論報告來不及寫的時候呢 他就卸任了 在這個案子卸任之後 他交給了新上任的一個 當時的監委叫劉德勳 劉德勳 他上來之後照理說劉德勳 只要把結論報告寫一寫 交出去這個案子就結了 但是劉德勳卻重啟調查 重啟調查之後 他寫了一個結論 是跟螞蟻公完全截然不同的 他認為說 你就是應該給這個危機集團 給他五百六的容積獎勵 那這個故事最後的結局是什麼 是劉德勳卸任之後 竟然跑去了省慶京的這個旗下的這個慈 慈善基金會擔任董事 擔任董事 天啊 你們都不覺得 衝給我 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不一樣覺得離譜 對啊 很離譜啊 所以我講了這麼多 包括北市科 包括金華城 難道大家不覺得有問題嗎 怎麼樣能全身而退 是要看司法給不給機會 那政治 如果要司法就跟你講說 柯文哲沒有問題 我必須說政治上 比如說就好比像 等一下我們會討論到 許小新的案子 如果今天司法證明 許小新沒有捲入 這個才會全身而退 否則 因為政治上的攻防是不會停 尤其為什麼現在台北市政府當家的是國民黨 然後呢議會 多數黨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是你民眾黨 你能你能你沒有主導權 沒有主導權 所以以這個事件來講 我覺得柯文哲要看他現在應該有一種感受就是 我現在成為當年如果當年有五大案 我現在就是那個就是那個當事人 就是他自己當年五大案的時候就是這個模式 你說最後有沒有案子有有定罪 有有 可是 是不是市長不一定 不一定當然 可是 在整個過程裡面 你說國民黨 在那五大案的時候 是不是受重傷 一樣 同樣的概念 現在我必須說對柯文哲來講 不管是北市科 不管金華城 乃至於之前講台志光等等 只要今天跟財團有關的案子 跟民眾黨打在一起說是什麼貪毒啊 圖利啊 這些東西捲在同一個框架 對民眾黨都是傷害 就算最後法律 不管檢調什麼講說 柯文哲他們都沒有涉及到這些什麼 可是光在政治上面 光最近講的這麼多的一些 包括那個超高的容積率啊 所有這些 你覺得對白銀對柯P來講 都會是個大傷 這絕對重傷 為什麼因為柯文哲的人設是什麼 公開透明 然後呢 在在這家電視台就在本台 當年他當台北市長 他說台灣政商關係非常高雅 用刀叉吃人肉 結果你去幫人家端盤子的話怎麼辦 你覺得現在有這個味道 現在藍綠要打成這樣啊 這是有所謂的高嘉瑜 他們用這個形容啊 你說人家用刀叉吃人肉 你現在白銀盤子端盤子啊 所以我說當你今天捲入到這種事件 裡面的時候 要嘛就是講清楚嘛 你能做就是把自己講清楚 你覺得他們講得清楚嗎 可是現在不是不是 要不要講清楚問題是 你要講清楚很困難啊 為什麼 第一個龍基給了 比如說金華城的案子 你龍基給了嗎 你要知道 這小五個 你知道我跑新聞第一年喔 那個 那個還在試用期的時候 長官喔 那時候因為跑台北市政府的 然後呢 就說你 他特別推薦我去給一個 那種都更的那種 那種房仲的業者 他說你去搞清楚什麼叫龍基 他說這個未來二十年台灣就是 就是在炒龍基 所以我們那時候 本來我們知道 剛出社會 剛進社會 跑新聞 我們咋知道什麼叫龍基 後來知道龍基就是利益 好 那所以這個東西 柯文哲不可能是小白兔 你說從五百六跑到八百四 這個東西講不清楚的話 柯文哲會很麻煩 我必須說這個在一般人的觀感 這個就很麻煩 好 這是金華城的部分 那北市科就是說奇怪 現在有鬼故事了啦 怎麼會有一個會議紀錄 然後呢 這個當事人 簽名的當事人說 我們不是來談這個的 然後呢 那個公務員說明明你們就是來談這個 可是會連時間都不一樣 好現在又變成說有沒有造假問題 可是柯文哲講不清楚啊 那個會議紀錄 第一個他也沒參加那個會議 那我想這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 既然市府議會有調查小組 檢調也在查 這個對柯文哲來講 不見得是壞事 如果查出來這個什麼事情 所以柯文哲還柯文哲跟清白 就好比說啦 好比說大巨蛋 那至少馬英九說我是清白的 那李肅德被判刑 但是我是清白的 那如果未來柯文哲 類似這樣子 比如說最後司法 他是不起訴 或是說簽結 就沒事了 那柯文哲的2026 2028 都還大有可能 可是你剛剛講 可是你看現在那個 九個人的那個調查小組 你光看那裡頭 對那裡頭白銀 白銀有一席嘛 各白銀有一席 五黨一席 五黨一席 然後國民黨基本上戰四席 然後那個三席嘛 對不對 你光看這幾位議員 像蘇培 蘇培應該是在 蘇培是在其中一個調查 北市哥嘛對不對 你看蘇培他們所講的這些 所有的東西 他講這些東西 如果我是柯文哲 我剛剛講 那在你手上 我還有 我還有升天嗎 我還有活路嗎 你都已經把我搶成這個樣子 柯文哲一定會這樣想啊 他們有黃靖穎跟陳佑誠 各在一個地方 然後然後呢 然後五黨籍是苗柏牙 哈哈 五黨籍還是苗柏牙 那你告訴我 那對他們來講怎麼辦 這個小組 我覺得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當今天 幸好現在是2024年 如果現在是2025年下半年 或2025年上半年 這個案子被燒起來的話 民眾黨2026 通通不用選了啦 因為如果黃珊珊要選 一直彈在這個裡面 政治攻防至少 他還會有一個時間點 比如說司法 告一段落 抱歉那就打不下去了 所以司法判準是最後的 那個叫終點 可是如果今天是在2025 2026發生這個事情 司法又在那邊說 啊我們正在調查 調查一兩年都調查不出來 柯文哲可能連2028都不用選 所以我才說 這個事情 上禮拜柯文哲很感嘆啊 他說什麼 2026選太差的話 2028就沒有2028 就收攤了啦 跟大家報告 跟市民報告 這個案子我非常有信心 他就是一個財團囂張 市長蠻憨 造成這個案子 是前無骨人 後無來者 量身定做的容積大放手 這個始末非常的簡單 現在所有 不是蠻憨喔 是共犯結構 官商勾結 一定要個官 他有個商好不好 你等檢調或是法院 有沒有什麼判決在下第二 很少看到鍾小平這麼起 不是 就算檢調之前對不對 幹這個案子膽大包天啊 就是公開透明官商勾結 好不好 我加一句話這樣 這件事情真的是 他是一個肯定是讓所有市民 流口水的一個案件 第一他不是都根案 第二他不是為老重建案 他完全沒有都根跟為老重建的 法定的這個程序的身份喔 他是一個叫做 建商地主金華城 他自創的一個容積獎勵案 也就是說 法律完全都沒有寫你可以得獎 可是他自己擬了一個辦法 給市政府說 請你送我這些容積 嗯 有多厲害你知道嗎 這個容積是三段式長胖 從一開始好農賓392 他們是總監察院這一條 讓他第一段長胖到560 這也是現在黃珊珊 包括為柯文哲辯護了所有人 只敢講到這裡 嗯 你絕對不會聽到他們 再繼續往下 560之後怎麼了 因為560之後在柯文哲任內 他用這個前五古人的申請案 自創 地主自創容積獎勵 他完全不符合任何法律上 容積獎勵的條件 他自己遞建給市府 要求市府說 你要送我這些樓地板 結果柯文哲任內啊 竟然準了這個案子 嗯 送他20%樓地板 所以他就從560變到672 柯任內 最後剛剛講的那個 30%容積遺傳 但是他另外再按照這個 再疊上去 所以注意 這是三段式疊加 先靠監察院走上了 560第一階之後 他走第二階是柯文哲 搭的這個20%變成672 最後他自己在補上了30% 才變成比台北101大樓 還高的容積率 台北101大樓 容積率只有700多% 他840% 台北市最高的容積率就是他 而且呢 賣的時候可以加4成 公共設施也可以賣 而且為什麼我說他後無來者 因為在今年監察院 再一次糾正這個案子說 你不該把他送到840% 這有道理啊 因為監察院之前跟你講560啊 你再加碼300多% 怎麼回事 糾正了之後 好啦現在蔣市府宣布 以後不再受理此類申請案 所以後無來者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量身訂做 容積大放送出去之後呢 現在 現在面臨到的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決策過程是什麼嗎 柯文哲他們在講這個 他竟然會講說 這是委員決定的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 這個委員決定 並沒有經過委員投票 他是在最後拍板的那個會議是 柯文哲的副市長 彭政生主持這個會議的時候 他是用所謂的核議制 就是主席問大家有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人敢出言表達 我反對的話 那就通過 有反對 那個是前面 前面有 第一次反對 那提了很多意見 補充一句就好 提了很多意見 最後主席多重要 彭政生多重要 有些意見 大家講一講 不再堅持之後 那就原則性通過 都是這樣通過的 這個都市計畫 我跟你講 前面一次會 前幾次會有人反對 可是後來發生什麼事呢 有幾個反對委員 曾光宗 郭忠端 還有宋政麥 宋政麥也是委員 最後通過那次會議 這幾個反對委員都不在 有的是請假 有的是 不獲續聘 未獲續聘 反對的委員消失了 最後在 新的組成 沒有人說反對的狀況下 由彭政生主持會議來通過 第二次會議 彭政生是主席 他可以找委員來 國外的他可以 那在 在這整個的事件裡面 其實啊 柯文哲不是不知情 他非常知情 因為我在2021年 11月11號 市政總質詢的時候 我就問柯文哲說 你有沒有可能 你卸任之後 被人家翻出五大案 他說不太會 我說金華城容積案 我覺得要探討一下 你知不知道 柯文哲說 我知情 但細節不清楚 這件事情 其實我過去在 質詢柯文哲的時候 我所講的這個 自創容積的這部分 就是三年後 就是今年 監察院糾正的點 所以柯文哲 柯市府 他對這件事情 是完全知情的 因為 不管是彭政生 主持這個會議 還是後來議會的議員 在質詢這個過程 他們很了解啊 那為什麼現在出來 在辯護的時候 他們完全沒有辦法去說明 從五百六 長胖到八百四的這個過程 到底是依據哪條法令 這個就是這一次 監察院的糾正 最關鍵的地方 好 T16 18 跟他沒有關係 他沒信領標 沒投標 沒有說明 那就偽造的吧 怎麼來啊 怎樣 我就做個假的怎樣 他沒有簽名嗎 就不敢簽名啊 那個李玉宏啊 上面那個 你說上面那個 我講這個幾個禮奇 光怪陸禮 每一次碰到財團 都是牽絲萬靈的關係 柯文哲 剛剛講了很多的精華者 我現在回頭講這個 第一個 你是委員大 你不要太生氣 委員大 人壽從來沒有要你標 十六十七十八 這第一件事我講 你怎麼會有這個 他要來標的這種 白者一隻東西出來 會議記錄的第一件事 第二 我跟你講個小內幕很有趣 星光 都一些普通公司 你知道嗎 星光人壽 第一次 那時候第一次 星光也曾經去標過T16 又九家去領那個標單 那當然 有台講的節目 有時候也亂講 就是說什麼什麼 洩漏底標 底標本來就公開的 對 這個都湊得很離譜 好 那再拉回來 九家裡面去領 那個白紙黑字的標單 對 那真的去投 進入評比式四家 那是不是金人寶得標T16 你知道為什麼後來幫星光 後來量身之一 十六十七十八 所以他可以弄到免計畫書 你知道 因為他送出史上 他算第四家 評分最低 應該是計畫書很合 通過是不是才去投錢 底標四個四十四億 看誰高嘛 就八十一億 被他們金人寶弄走了 結果光 送計畫書 新光就被淘汰了 寫得太爛了 你知道嗎 你知道 新光連計畫書都不會寫 在T16這塊地 後來是不是十六十七十八 拆開 十六十幾塊 十七十八差不多大 小一點 然後呢 就免計畫書 從這裡開始的 新光你 怎麼可能 這麼大一個計畫 怎麼可能 我一定是專門的人寫的 真的 他連進入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是 就是你寫計畫書 怎麼計畫 OK 大家在比底價嘛 他連計畫書就刷掉 所以變成三家 所以 得標的叫做金人寶 他給最多錢 回饋金嘛 給那個BOT案 金人寶 那個新光是這樣耶 那新光還有 新光剛剛那個 大家都講了 為什麼 這麼 那個時候來投標 領標也五六家 我就說你那個標單 然後這個是T17 T18 為什麼只有一家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第一個免計畫 第二個免計畫書 最近 你有看過BOT案 標出幾十一的 不用計畫書 你看過就有案子嗎 就如同沒有任何的 讀計法的法令 給他多20%精華 整個樓地板 怎麼會做這種匪夷所思 是誇張到幾點了 真的 16 17 18 哪一塊先標 16 其實時間差不多啦 為什麼 T16比較慢一些 很慢啊 因為計畫書 整合一個月 是嘛 所以17 18先標嘛 後來T16是後標的嘛 因為T16要三階段 要投資金 這邊兩階段免投資金 你算10成 一定16 17 省計畫數萬一個月 我比較試快 就研究樓地板 這塊地 大概土地取得50年的地上權 成本是30萬 T17 18 好我跟你講 我們一般去做多根 55分 55分的話 地主都很吃虧 我跟你講 他這一瓶 我們算蓋四瓶好了 這科學園區 然後一瓶30萬 蓋40瓶 是不是 蓋房子的權利 只有7.5萬 蓋一瓶房子 是40萬的 現在的造價 應該是絕對 超過的40 應該要4050 再合理嘛 他這樣甚至 叫做建豬 建BOT 好吧 50年好不好 建BOT 這就是 建賣好了 建賣 你怎麼可以一瓶 50年 而新光取得 他的權利金 可以蓋樓地板 只有一瓶 樓地板 OK 30萬變成 7.5萬 蓋成樓地板 而建房子 營造費用 卻超過40萬 這怎麼會有這種事 好 那這樣 我們先分兩塊 第一塊 北施科這一塊 一個一個來 北施科這一塊 包括你有聽到 李四川 川伯最近有講的 第一個他說大宵夜 16跟17 18 18大宵夜 決策者一定是高層 那這個過程當中幾個疑慮 第一個 剛才人居那個地方解決出來 外界有一些疑慮是說 因為吳慶寅是 你們的那時候是不分區立委 然後不分區立委 同時他後來是 他那時候還沒有地補上 對 他後來是副總統參選 OK 然後這過程當中 為什麼剛好是星光 OK 第二個 星光那個過程那個點 講的跟後來 秘書長做的才是 拆分三塊或什麼 怎麼這麼巧 剛好是這個樣 第三個觀眾朋友最熟悉的是 最近講的 T16跟T17 兩個大概差了 0.6公頃左右 然後一個 金人寶那個T16 一個月以後飆 飆了81億左右 T17 T18 一個月以前飆 飆出了總共加起來 44億左右 而這兩個之間 星光人壽這塊不需要投資計畫書 為什麼金人寶那塊需要 這幾個疑點 那柯P是怎麼樣的做法 好我從簡單的先來 因為這兩個案子 真的非常複雜 請容我有一點點時間 我們先講投資計畫書 這件事情 我想用信義區 信義計畫區來跟大家講 可能會比較清楚 大家比較能夠方便理解 信義區也是一樣 像這個過去的時候 這個市地重新開發 然後有這個園區的概念 就是把這個信義區重新做開發 所以那個時候呢 包含A24 也就是101 還有呢 A15 A18跟A20 南山人壽這邊 其實他們都是需要投資計畫書 比較大的這個標的 但其實你看到 像A9 現在這個 星光三月這邊 A9 然後呢 A13 原百 還有韓社愛美A12 這邊是不用投資計畫書的 所以其實一般來說 要不要投資計畫書 不是說一定規範要 大概有7成左右的這些市地的開發 是不用投資計畫書的 好 那我們再回到 這個北市科這一段 北市科這一段 大家可以講說 好 為什麼 是不是獨厚這個星光人壽 然後呢 反而是薄了這個金人寶 大家知道嗎 其實T16的這塊標地 它其實是最方正 然後最大的一個基地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廠商 對於這邊是兵家比針 特別是金人寶 它就是設定了 要來搶這塊地 那相對來說 星光或其他的地方 就沒有搶到 所以你要怎麼樣說 到底是哪一塊地比較好 顯然對於這些 市場上頭的這個投資大戶 這些大的企業來說 他們認為T16是一個 比較好的標的 差了快一倍的錢 它的地也比較大 然後它也比較方正 對 我剛才講它大了大概0.6公里左右 對 所以它其實在發展性上頭來說 也比較好 那我再回應到剛剛的這個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關鍵 剛剛說到的這一份 台北市政府過去在柯文哲市長期間 有沒有可能去做一份假的會議 然後呢上面的人名單 是可以看到的 包含元大建設誰來 這個張智勝董事長 還有這個元大人壽保險 顧問公司的這個林立仁資深經理 剛剛都有提到了嘛 有沒有可能 我們有一份出席的人員 有這麼明顯的名單 還有呢紀錄 包含我們財政局的科長 相關的人名 產發局的人名都列在上面 然後竟然是一個偽造的紀錄 當然我認為應該要查清楚 因為現在元大已經發聲明了 因為元大發聲明 基本上他是直接說沒有 我要說一件事情 剛剛大家提的重點都是說 元大來談 應該是在談偽創那個點 另外一塊 內湖的BOT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第二點 在談到這個基地的時候 下面明確的有講到 基地臨近五分港溪 防洪設計標準 這也是他們評估 要不要來投資的這個原因之一 我想請問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五分港溪它在哪裡 它就在北市科這塊地 它不是在內湖啊 所以如果說 連這裡面會議的紀錄的內容 全部都是假的 那一定要查 相關的人都拿出來查一查 但有沒有可能當中有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的人名紀錄 相關的東西都這麼清楚 都是在討論北市科的時候 然後現在卻把它講成 是在講內湖的那塊地 不是重點是因為元大發了一份聲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才是讓大家覺得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的問題嗎 如果說 這個已經是之前的會議紀錄了 那是不是有可能說 元大這邊可能 沒有完全的清楚狀況 我的意思是 當他們的這個查 元大不清楚狀況 發這樣的聲明 但是市府也的確有 這樣子的會議紀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既然市府有這樣的會議紀錄 元大也發了聲明 我們是不是不用一面倒的說 一定是市府捏造 另外就是它裡面 的確提到了五分港西 這五分港西就不是在內湖啊 然後它裡面講到的基地 三分基地 這也是在講北市科 好 另外我們再講 裡面大家都說到很多的貓膩 好像說這個北市府把什麼 權力金 把他這個過去說是一定要保底 結果現在不用保底 好像說這個台北市政府 有 市委講的 對 柯文全一定有 市委講的是107年 結果後來市府拿掉了 市府有給我一個風魔 那大家知道台中市政府 在106年就把它拿掉了 因為其實這個保底 主要是針對國有地 國有地是70年 然後呢 市有地是50年 那這些權力金呢 我們要將本求利 這些企業來投資 它一定要有這個投資的報酬率 它才願意來投資 所以就是各個地方政府都發現說 這個保底 用在國有地上或許OK 因為一開始大家各地方政府都是抄 這個內政部營建署 就是說抄中央的 結果後來發現不合啊 就是說這樣子 你會導致廠商不願意來投資 所以在106年的時候 台中市政府就把這個規矩拿掉了 高雄市政府也沒有保底 那台北市政府原本其實也沒有 但是議員要求要把它加上去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是不是要有 然後是不是議員說了算 這件事情你也去平行的 去看六都另外的 新北市有 草原有 所以我剛剛說台中也沒有啊 高雄也沒有啊 你要看地的價值啊 對對對 台北市的價值 跟新北的價值 是不用賤價標珠的 你當然要創造價值嘛 那台中市的 所以你是貶價啊 台中市的價值也很高啊 高雄市也很高啊 我為什麼大家 市政府它在營運 它要有利招商 它一定有相關的條件 然後呢剛剛說到這個權利金 到底有沒有不當 權利金到最後也報了議會 那請問淑惠議員 在上一屆的議員 所以我2021年的時候就質詢了 然後另外 在總質詢的時候我也跟柯講了 我從21年 22年 23年我一直都在講這個案子 好另外 就覺得這個案子有問題 一直一直 你去問柯市長 你去調議會的紀錄 但是我認為不要 不分青紅皂白的悲公蛇影 故意在上面放了一個公 然後叫大家趕快去看那杯子 說裡面有鬼 因為這裡面很多東西的鬼 都是被操作出來 包含我剛剛說的權利金 保底說被柯市府刪掉了 我剛剛就說了嘛 台中也刪 高雄也沒有 你們怎麼不講 然後呢權利金是經過三家不動產茶菇 去平均計算出來的 難道這些不動產的這個茶菇 也都是造假來的嗎 所以另外我覺得更荒謬的說 是洩漏底標 洩漏底標這種 竟然也有議員拿出來說 大家知道這個底標本來就是公開資訊嗎 對 所以已經亂打一通道 大家不曉得在講什麼了 那這個亂打到最後就搞得一副好像真的有弊案 請問一下 剛剛淑慧質疑說 那個秘書長已經在那天就已經 決定要拆三標啦 或類似這些 後面那些家都只是過場 大家演個戲嗎 沒有 訪談歸訪談 然後秘書長他做的決議 不不不 因為秘書長的會議 他是跟顧問公司開的 顧問公司做出來的決議是 依照現在的市場環境 還有那時候也是疫情期間 其實投資不利 然後招商不利 所以建議大家分開 分成三塊來拆標 所以他是根據顧問公司的建議 來做成這樣的決議 但他後面還是陸陸續續進行廠商的訪談 主委 這個不是顧問公司 這叫做台北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推動委員會 對 所以秘書長那時候是以主任委員 包括市府各局處 然後以這個決議 然後去進行所有我們每一個 這個不管是地上全案或是促倉會議 所以促倉委員會 你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你已經就決定說分標 然後兩階段的目標 對 那你後面這一些到底都在幹什麼呢 而且後面這些人家也都沒有意見 如果人家都沒有意見的話 證明說你第一個 你不一定要拆三標嘛 對不對 因為其他人沒有意見嘛 第二個 你不一定要這個兩階段免提投資計畫書 因為人家也對你免提投資計畫書 沒意見嘛 你為什麼不反過來講呢 你問了14家 人家都沒有對你原本的招標條件有意見啊 那你為什麼只聽了一家星光人獸 還是星光人獸答應你 你只要照我的改 我就來標 是這樣 所以我就照你的改 你果然就來標 要不然的話 14比1耶 我應該是聽完以後 如果我是市政府 我應該跟市長說市長啊 我去問過14間 只有一間有問題 叫我改 其他13間都不叫我改 那我是公務員我怎麼敢改呢 對不對 我只憑一家就說我要改 那這很奇怪嘛 你如果說我問了14家 有五六家都告訴我同樣的意見 太貴了啦 太大塊了啦 那我來改 OK 可是只有一家耶 這裡面只有一家耶 這個是星光醫院 星光人獸 這個其中兩次還是同一家公司耶 所謂14次裡面有兩次還是同一家公司耶 OK 所以這個就 你就說不通 為什麼他的比重放到這麼大 派老師